《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 诸位与联友, 我们一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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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请放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 我们今天是《无量寿经》的第十九讲 内容也已经过半 今天开始就是讲下半卷 《佛说无量寿经》 应该这一学期尽量能把这部经典能够圆满吧 因为越讲到最后 我觉得每一讲都特别的珍贵 也不知道就是生起一种妄想 觉得说 现在好像说 赶紧把这个三经 根本的三经能够讲完 好像这马上就再没有讲 没有机会的似的 是不是快要往生了一样 就觉得 确实不容易 而且再一个呢 觉得 哎呀 当时释迦牟尼佛 世尊在这个印度呀 不管是灵旧山 还是其处 其孤独猿 讲这个净土三经呢 也真是不容易 因为就是佛陀在世所面临的 这些弟子也罢 信众也罢呢 当时听这个净土 这个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这个事的时候呢 都不是人人都能听得进去的 啊 纵然能够人人听得进去 也不是人人都能够成就的 呃 也是看自己的因缘福德的 啊 所以有时候想说 讲来讲去的讲什么呢 反正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也在 呃大使之菩萨也是西方三圣 就在西方啊 就这么个事 那大家愿意往生 你就好好念佛 啊 那么如果说不想往生不幸这回事 那就继续轮回 反正法界就是这样子 啊 各走各的路 上上下下各寻各的门 啊 那我们说 我们能够在这里讲法 所有的意义就是说 其他老人家再多说几句吧 啊 万一说的多了 有的人本来不信信了 或者本来不那么信的厉害 慢慢信的厉害了 本来没有好好念佛 哎 突然间这个音缘福德增道了以后 开始念佛 啊 这些都是说不上来的 因为呃 从我自己来讲 从接触大众同修来讲 啊 这修行呢真的不能用善恶来看 啊 你有时候可能觉得说 简直是一个业障种子 但是他突然间一反转 真的能够精进的 甚至要比这个修了好多年的突然间进步一大块 甚至超出来 啊 也有的呢 很可惜 这样学着学着修着修着 退了到心了 没有力量了 没有志气了 啊 呃 甚至呢信心都退了 觉得这都是什么呀 就是自己阿赖耶什里边的这个解脱种子 菩提种子不够 啊 你看上去外缘也花的觉得说 是这个事情 是那个因缘 其实根本上而言就是自己的 善根福德不够 啊 那我想我们的这个共益福报还在 今天呢又可以宣开 无量寿经的卷下 这算是又一个新的篇章 那请大家呢翻到七十五页 啊 嗯 翻到七十五页 佛说无量寿经 卷下 我们一起来读啊 这次呢 读的长一点 从七十五页佛告阿南开始 一直读到七十七页的第二段 四维上下 亦服如是 就是耳食世尊 而说颂约 我们不读了 这两句不读啊 一直读到四维上下 亦服如是就可以了 好一起来 佛告阿南 其有众生 生彼国者 皆惜著于正定之据 所以者和 彼佛国中 无诸邪据 即不定据 十方横杀诸佛如来 皆供赞叹 无量寿佛 微神功德不可思议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既得往生 助不退转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佛告阿南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其有至心愿生彼国 凡有三倍 其尚倍者 舍家弃欲 而作沙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无量寿佛 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 慈等众生 与守忠实 无量寿佛 与诸大众 献其人前 及随彼佛 往生其国 便于七宝华中 自然化身 助不退转 智慧勇猛 神通自在 世故阿南 其有众生 欲于今世 见无量受佛 应发无上菩提之心 修行功德 愿生彼国 佛告阿南 其中倍者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其有至心 愿生彼国 虽不能行坐沙门 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 无量寿佛 多少修善 奋持摘戒 起立塔相 饭食沙门 弦僧燃灯 散华烧香 以此回向 愿生彼国 其人灵终 无量受佛 化现其身 光明向好 聚如征佛 与诸大众 献其人前 既随化佛 往生其国 祝不退转 功德智慧 次如上辈者也 佛告阿南 其下辈者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其有至心 欲生彼国 假使不能做诸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意乃至实念 念无量受佛 愿生其国 若闻生法 欢喜信鸟 不生疑惑 乃至一念 念于彼佛 以至诚心 愿生其国 此人临终 梦见彼佛 易得往生 功德智慧 次如中辈者也 佛告阿南 无量受佛 微神无疾 十方世界 借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诸佛如来 莫不称汉 于彼东方 恒河沙佛国 无量无数 诸菩萨众 皆惜枉义 无量受佛所 恭敬供养 集诸菩萨身闻之众 听受精法 宣布道话 南西北方 四为上下 亦护如是 好 呃 大家看到了啊 这段经文呢 它是一系合成的 啊 包括下面的寄送 我们在讲的时候 这个结合的非常紧密啊 为什么呢 他开始呢 所讲是说 十方有缘众生 你看其有众生生彼国者 那都同往极乐世界 啊 这是一个总的一个状况 那么 后面的三倍呢 是 次第的辩析一下 往生的因果 啊 但是在辩析之前呢 他统共 就是在前面的交代中 有一点是 没有疑惑的啊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 全部都注于镇定之据 这是我们在下卷开始的第一个内容 一个关键词啊 很可能我们在此之前 也在院里里面 或者呃 其他的经典里面 听过这个概念 说到了镇定之据呢 就是不退菩萨 那么他反映出来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没有协定据和不定据的众生 啊 所以在讲这个概念之前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佛告阿难开始 一直到七十七夜的 次如中备者也 这一大段 经文呢 其实反而是设受下根的人 同生彼国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比如说咱们 咱们里边呢 还要分三倍 啊 在关键里面也说到九品 这都属于什么呢 下根人 大家看后面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段 你看 一比东方 横河沙佛国 无量无数诸菩萨众 这是菩萨 啊 也就是在他们所处的国度里边 世界里边 已经修成菩萨的境界了 皆是网易 无量受佛所 恭敬供养 基督菩萨 身文之众 听受经法 宣布道化 南西北方四位上下 也就是所有的 除了东方之外的南西北国土里边 皆是如此 这一段呢 其实是讲到设受上根人 全部往上极乐世界 啊 所以后面我们再想就原发现 原来如此 上根下根凡夫圣人 全往极乐世界去深造 总持国土 啊 所以说这里是设取的下根人 是其实是正面 告诉我们所得的利益 那么后面这一段 社区的上根之人呢 是正面表示给我们说 阿尼陀佛极乐世界太殊胜了 增加下根人的目求心态 啊就是我们 你看先是对我们这只鸡 说有三倍的往生资量 啊后面说他方国土里面 四位上下那么多的世界 修成菩萨境地的 全往那走 啊全为的去亲近阿弥陀佛 听受经法 宣布道话 啊 所以这个 呃 我们把这个总的层次 先把它定为好啊 然后回过头来大家再来看 啊 提有众生生彼国者皆细著于正定之巨 我们到现在在此之前也讲过大家对正定巨有一个概念吗 什么是正定巨 什么是正定巨能明了吗 啊 这个呢 依照着我们祖师们给他 进行这个判别啊 前面我们讲过说 毕竟正不正物 有没有正物 或者有没有因缘正物 这是看他的这个啊 就比如说 协定巨或者不定巨 看他的因缘而定的 这里我们一直经营贵员法是在这上面 在教法上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协定巨 什么是不定巨 什么是正定巨 啊 如果我们依着常说的深文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乘 啊 依照着小乘法来讲的话 你还是一个外道 就是没有入佛法之前 或者说你入了佛法了 但是你是一个长流转轮回中的凡夫 在这个质量层面生活的众生都属于什么呀 协定巨 在协定里面 定是常在的 就是在这里面打转 出不来 定力还很深 啊 出这个协定 那就入证定 啊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如果说他听闻了佛法以后 开始修行了 大家听到一个概念叫做五庭新观 啊 就是比如说慈悲观呀 不敬观呀 蜀西观 等等他选择这么一个 或者修四念处 种项念别项念 或者修着慢慢的往出时间走 暖人 顶世间第一等等这些都叫做不定 为什么 就是修着修着 他会修上去又会退下来 有静有退 啊 一直到这个暖顶都有退 到了顶位还要退 啊 暖顶到了忍位以后 在善根里面都不会再退 就是说虽然是凡夫 但是能把善根修到这个高度的 再不会退的再做做这个十恶业 做到地狱里面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叫做不定居 在忍位之前 一直到暖顶 啊 大家不了解了 这叫做外反 从深文法 啊 那么只有到什么 忍位以上了 兼顾不退 就是永远不会退的再造恶业 直往上修 一直修成罗汉 这个或者预留乃至到罗汉 这个才叫做镇定 这是小乘法啊 如果从咱们大乘的佛房来讲的话 什么情况下叫做协定呢 只要你在人天之下 就是你得不到人生 生不到天道 在这两个指标 你都不打标的话 那就做到三恶道 啊 或者包括修罗做到四恶道 也算一个不好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叫协定去 啊 那么你生到人道 或者生到天道 他是不保证你都一直能够保存在这个 或者往外修 他有可能你还会往后退 一会儿又轮回下去 一会儿又生到天道 人道 这个时候就属于不定句 除非你开始修菩萨道修的 开始从十柱起 开始入到十柱的第一个柱了 这个时候呢 叫做镇定 不会退 这叫做镇定句 啊 所以大家来看的话 总而言之不管大小成叫法 这都有协定不定和镇定 可是呢 他们对于镇定的就是这个判别的话 基本上都是说有点保票 啊在修行的途中已经能够慢慢的 呃这个 就是说到了一个巩固的地步 啊 但是呢 相对这样比较而言 只要往生净土 不管你是凡夫还是圣人 是大成还是小成 不管你任何根性 啊 大家要记住啊 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会趋向于灭盘 啊 一定会趋向于善行 不会修恶法 一定会能够生道善道 啊 一定会修行这个六度法门 一定能够得到解脱 啊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彼佛国中 无有邪惧及不定局 啊 那我们都知道啊 为什么在下半卷的经文 一开始就提名了这么一个概念 大家要明确了 真正如果说我们是为道往生的话 极乐世界的根本功德哈 虽然前面说到种种的庄严 七宝池也罢 八功德水也罢 道场树也罢 啊 这个楼阁这个什么像 到处可以见到他方国土等等诸如此类 可是一个根本的功德就是 所有这些项目的都是为唯一的核心宗旨所服务的 就是为了入正定局 只有能够入到这个正定局才能够入涅槃 能够成佛道 啊 大家想想我们也有这个经历 为什么说入正定局这么重要 你们有过这样的感受 就是说大家都是修行人 都有用功夫的时候 但是这个状态呢 不一样 对吧 有时候呢 正面就强 相续的好 精进勇猛 相应的多 那么这时候就感觉到说 哎呀 照这么修下去的话 不要说开悟了 或者说什么登菩萨地了 成佛都觉得这快就不得了 啊 你状态好有时候说 就这么下去这还能了得 真的是若一日乃是若七日 就能得一心不断 甚至登面口三门 有时候这种状态是会出现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过个一天两天算多的了 一个两小时有时候算多的 可能念念相差的刚这么上来 呼的一下子就没了 这个感受没了 这就等于说没有定局 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住在这个最佳状态的话 真的为什么说发心如初 成佛友谊呢 那是真的就是一个凡夫 只能够有生以来住在你修行 曾经达到最佳状态 确实成佛很快 甚至一辈子就可以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这就是有这个不定和协定 不断的占据了你大多的时间 我们现在心上用功不是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真正能够始终入到定局里面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 所有的时间 不再有这个协定和不定 唯一的就是最佳状态 大家比拟一下 如果我们成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 其实就是 只把你的最佳状态给你呈现出来 没有一般和不好状态的出现 就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里讲到说 无诸邪剧及不定局 因为有这么一条 你看后面才说 十方横杀诸佛来 皆共赞叹 无量授佛功德 不可思议 主要就是他能够什么呢 让这样的这个 这个 邪定俱和不定局的众生 直接转到正顶军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里才打保票说一定会念他 一定是修善行 一定是生善道 一定是行六度 一定是得解脱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说 能有这个不退这个正顶剧呢 咱们这部经典里面呢 没有这几句话 我把它 这个这里抄出来呢 我们大家学习一下 在其他的无量寿经版本里面 讲到为什么呢 一个是心无虚妄 啊 往生道极乐世界的行指呢 他心里面都是执行正念 大家仔细体悟啊 什么叫执行正念 啊 执行正念来讲上 就是他这个念头呀 他的这个善法 他这个道用呢 他指又好量又足 就是执行正念 念念这个回向发愿往上是非常坚固的 啊 可以说从时间上来讲 占据了全部 不是说咱们一会儿有 一会儿无 从空间上来讲的话 也是念念无间 不是说咱们说 在道场里边的话 听法精进 一看出了道场 或者不在这个 这个啊 这个三宝园里边的时候 到了红尘里面 马上就什么呀 就力量弱 啊 所以他这里说心无虚妄 就是说执行正念念念 都能够回向兼顾 第二个呢 未没有退转 咱们刚才说的 他就止境不退 啊 止境不退的话 那么这个果报呢 毕竟能得嘛 第三个最重要是什么呢 功不堂捐 所有修的善法不会浪费掉 啊 那我们大家想想 咱们这修的善法会不会浪费 会不会浪费 你觉得 三世冤是什么来的 三世冤再换个说法 其实就是浪费善法 就是这辈子确实修的还很辛苦 很付出 可是呢 如果你成就不了 到不了这个 这个不退的底的话 那不是到第二世就成了 人天吃福了吗 然后你又把控不住了 就在那想人天吃福 然后造业第三世就剁下去了 这就把这一世的善法给浪费掉了 就叫做唐娟的善法 唐娟普盟庭里面有这个词 就是白白的做了 没有享受到 就这么就这么给消费过去 所以说在极乐世界 善无唐娟就是不会白修 那所有的善 不会有三世缘 不会有善因敢恶果 咱们这有时候因为糊涂之介不正 善因敢恶果 所以这里才讲到说 能够入到这个镇定居庄 由于这样呢 所以什么 这么多的佛 才能够出面赞叹 无量受佛 威神功德不可思议 后面大家来看 这个 你想嘛 我们 在咱们这修行 你作为一个众生 在我们所属的世界 你要修掉一个镇定句的话 虽然是有进有退也十分艰难 但是当然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可是你必须要入到菩萨位的行者 这里的诸佛赞叹 刚才不可思议的功德在哪里呢 就是成功的让一个还处在 邪定不定句 这样一个轮回中的凡夫众生 转至镇定 这里赞叹呢 再再告诉大家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特别值得引起十方诸佛接来赞叹 因为很可能在唐方国土里面 没有这样的待遇 特别是下面的几句经文呢 就是正面的描述 往生之音了 既然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往生之后是这么一个功德 那你还在往生之前 怎么往生呢 非常巧妙这一段就欠进去 这两大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你看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 既得往生 驻不退转 唯处无逆 诽谤正方 就这么一段话 这就是说 十八院还记得吧 四十八院的核心眼目 十八院里面还说乃至多少念 对 还乃至十念 到这里 诸有众生 大家要读懂 闻其名号 就知道有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信心欢喜了 乃至一念 为什么说乃至了 那就是说 十念百念千念念念念念 尽情受念 尽情受念 这都在里面 但是最低的乃至一念 你至心回向愿生彼国 既得往生 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大家看这一段经文呢 每一段经文就次第是如此的严谨 这就是佛的圣言量 前面呢 告诉我们往生之后的 这一个主线脉络 后面呢 告诉我们当然你往生之后 你才能享受这个正定句 那告诉你怎样往生 前段是称赞路正定句 后一段是什么呢 告诉我们亦往生提果 就这样的一个 从此到底皆是一行男性之法 就这一段 这是下半学的经文 一开头 就透露这么个信息 那大家再次的要体悟这句话呀 这是佛狮子吼声发出来的 真实之语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哪怕有一念的回信 往生极乐世界都可以 大家看 为什么这里 比十念都少乃至一念呢 祖师们有的 因为众生的根性 有的祖师们判别的时候呢 就说 临终的时候是十念乃至一念 但是大家看到 其实这里并没有经文 有说临终吗 没有讲到临终 那就是说 直白的告诉我们 至心信要乃至十念乃至一念 回向发愿 就能够往生 那就大家要从这上面 我们要透过去才行 那怎么从这个上面去透过去 就是一念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念的概念 啊 为什么说一念都能够往生呢 从理上来讲啊 下面这个解释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听明白 从理上来讲 但是理上的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可能还相应不到 啊 不能够完全理解到 只是从文字上这么去随顺 啊 从理上来讲 大家想如果一个 行者吧 学佛的行者 他真的能够一念 与此能够信入 啊 就是这个信心能够入这个一念 那大家想想 还需要什么公凶呢 就一念生起了 就一念生起了愿生西方净土中 大家想想还需要什么公凶呢 为什么呢 你想我一切众生从他流浪生死开始 我们现在也在流浪生死 现在一直就这一念 还有第二年吗 大家想想还有第二年吗 谁有第二年 从轮回之后到解脱之前 哪里有第二年 生生世世轮回造业 从严甘果 就在这现前一念中展开了无边世界 生死轮回 还有第二年吗 那么如果你从这能够一念信入 整个现起一念就圆满了 还需要什么公凶呢 啊 从流浪生死到成等政局 起望之后归生之前 哪个能离开这一念 还有第二年 没有了呀 所以你看禅宗上面雾开了以后 整个就虚空粉碎大地平成 就没有时空概念 就这现前一念 啊 在这个大智度中里面说 行般若般若秘者的 就是行般若就是修法的修禅修的人 啊 说这个一念念你不可思议啊 啊能够修得心清静的 早上讲冷眼睛也是这么说 那么你真是念什么来什么 如果这时候的如果你能够念佛 集佛是心 集心是佛吗 那这个时候你还有说 我在念念 在念他 或者是现在在娑婆念 将来往生起 念的要往生起了 没有内没有外 没有解 没有父 整个山河大地 现前一念 都是阿弥陀佛说法一样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 就这上面你有个是也没有 非也没有 正也没有 对也没有 错也没有 全是这个大光明藏 就从这个道理上 能够信入 就不需要去大光 这就叫一念 啊 这是从理上来讲 再退下来 我们就只要从世上来 过了啊 否则的话 一听理上来讲 那有的人就是说 哎呀 既然乃至一念 那好 那我们就好好地找个时间 到最清静的庙里 每每地 把这乃至一念过一遍 我调制了自己最清静 什么也不想 用最真最切的这个心 念一声 拿摩阿弥陀佛 回向一下好了 从此以后我就 财色明事税 谈成吃满意 早夜我看看能不能往上 大家想如果这个人是 假如说怀的是这样的心态 他这一念是念佛多呢 还是烦恼多 啊 刚才我们讲了 入望之后归生之间 全部不能够离开这一念 但是在这一念里边 你只有用这个生命 这些妄想 妄想心 就在这一念里边 用一刹那的心 打了这么一个自欺欺人的妄想 然后剩下的 这个 我们感觉到是时间 对吧 还有其他的想法 其实还是在这一念里面 剩下的念里面 所有的空间 你都用来去杀到淫妄 那这能叫做乃至一念吗 这两个零件 零零零零一念都算不上 只是你一念一个刹那的妄想而已啊 所以大家从这上 世上想你们 就是说 这个时候已经把什么呀 欢喜性性性欢喜抛之脑后了呀 至行回向不在其中了 所以还不是叫做怨生彼国之人 所以大家从理上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怎么从世上 把这个理内给填满呢 因为我们反复现在还正不到 现前一念的全体显现 所以我们的念头不断的有分割性 其实昨天今天明天都是现前一念 但是我们就感觉到 昨天再昨天明天还没有来 就把它给割裂开了 虽然它本质上没有分开 但是我们割裂开以后 就有前后的分别 这个时候 祖师们才给我们开始说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念念都在这一念中之中 所以念念念佛 才叫这一念圆满 能明白吗我这么讲 这才叫做什么呀 理上地性 世上行齿 完美结合往生西方 所以大家说 确实就是一念至行回向 就可以往生 在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大家想想 如果说至成一念皆可往生 那凭什么往生呢 大家想 念念至成一念往生 那就说明说 只要他一性以后 永不在意 常常发愿回向 对不对 那么念念都在阿弥陀佛 那就等于说 全体现前的这一念 都带他这个兜里边 已经充满了他 现前的信愿之力量 都在这一念之中 尽形受一念 那就等于说 他已经把现前的这一念 他能够得着的 全部用这个贴满了 这是什么效果 我们现在就是地性不了 所以还要积累这个修英 从英国这个福报上 慢慢的让他去饱满 所以大家要这上面 不要在这个法义上 去觉得说有割裂 因为我也碰到这样的人 他说既然经理们 一念往生至行回向 我就念一句 问题是一个是 你是在试验佛一样 二个你念完一句以后 你还在这一念之中 另外一念中 其他的念就没了 如果你当真 这一辈子进行的时候 就是要往生 这也叫做什么呀 乃至一念 这个一念就贯穿起 你整个念念的过程 就可以往生 所以大家想 这就佛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这么个往生方法 就这么简单 愿生比国 记得往生 驻不退转 只不过这里面讲到了 圍处五逆 诽谤正法 那当这个 在前面的愿望里面也说了 因为五逆嘛 他毁这个世出世间的福田 因为五逆就是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出婆身去破和和僧 那么世间的福田是父母 出世间的福田是三宝 所以他这个就是 破世出世间的福田 大逆 所以不得够生 大家想想 所以你看嘛 诽谤正法和造五逆罪 是不是也是一念之地 他一念里面 又被这个法给占据了 所以他就回向不起来 不能够信守 当然关于这个五逆诽谤正法呀 所有的经典里面也是一致的 可是在《观无量寿经》里面 甚至讲到说 只有诽谤正法的人往生不了 五逆的人能够临终的话 也能够往生 这个呢 咱们可以从两头看 啊 两头怎么看呢 约人而言 就是约这个本人而言 有两个 两位 一个呢 是已经九发大成星的人了 神神世世积累这个大成发星 但是呢 他这辈子遇到委员了 他造了恶月 造了这个逆罪了 比如说《观经》里面的阿舍世王 啊 但是这个阿舍世王虽然造了逆罪了 他最后一定是有重毁 非常比这个力量更大的悔恨星 发星求处理 这样就能灭这个重罪 所以也可以生 《观经》里面就是这么个意思 啊 但是呢 有的人从来没有发过这个大 普及星 而且这辈子呢 又现实造了这个逆罪 没有重毁 那这一类的人呢 他不能够决定发这个生西方的星 所以说 当然就生不了 啊 这是这本经和观经里面 因为有差别 我们往一起会就可以了 啊 那么从行上而言 这是别人眼 如果从这个人的修行的这个 啊 功夫上来讲的话 他修行有的是修定 有的是修散嘛 如果你能修成定力比较好的人 虽然造了这个逆罪 但是比如他能够最后把 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十六种观法 这个正观 这个善根呢 能够深深的观进去 那么确实可以什么 除灭重罪 也能往上 观经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啊 但是有人造了逆以后 他并不能够修这个观佛三明 念佛三明 所以他虽然只做了一些其他的善法 不能够灭罪 也往生不了 啊 所以这个忤逆罪 能不能往生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 从人而言 从行上来讲 都是 有这么一个差别 这是会员大师 经营会员大师判 啊 啊 当然我想我们来学习净土法门 就像应祖判的一样 灵宗生回都可以往上 啊 再者说了 既然我们都是 号称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了 那你就想想 就不要造五逆罪了 这五逆罪 这杀父杀母 谁能杀下去啊 你现在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咱们就不造五逆罪 就管他五逆往不往生 我们也不在这个上面论 反正我没有造五逆罪 那肯定就已经在这个往生之列 这不就好了吗 啊 所以大家来看这是这段经文 啊 从整个这一小段经文来看的话 第一条就是说彰显我们生道极乐 必住正典去 让大家去生这个目求心理 啊 第二个就是十方诸佛皆供赞叹 文明者皆能往生 增加人的去行 就是去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号妖之星 增加我们的去行啊 啊 下面开始是佛告阿难下面呢 就是要正变往生之夜 叫人往生叫人修往生 三倍啊 呃 我们大家来看 依着还是依着这一念的功德 念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啊 下面开始就是呃 要讲到这个三倍啊 那么三倍来讲的话 呃 呃 其实前面把这个往生的 你看往生的阴行就直白的这么告诉大家 乃至一念至行回想 冤生毕过 啊 那这里为什么又说上辈 下辈呢 是呃 从这里开讲方便接应 才有三个差别像 让根基上面的人不同 随自己的能力而去入 啊 你属于上辈也罢 中辈也罢 下辈也罢 特别是跟大家说一下 以后我们有时候出去学习 或者跟别人讨论起来呢 常会把三倍九品合在一起论 啊 那我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三倍九品是指的 官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上瓶里面的上中下生 中瓶里面的上中下 下瓶里面的上中下 那么上中下瓶属于三倍 那个就跟这里就讲的不一样 不要混淆 啊 那么九品呢 是指的这个上中下 各有三生九品 这叫做三倍九品 有时候 又是把无量寿经里面的三倍 和官经里面的九品合在一起 这里面叫三倍 那里面叫九品 啊 由于这个 这个 教法呢 这个就是说这个 呃 次第呢 好多祖师们在判别的时候 也是有的想把它 啊 汇合在一起 然后还最后讲到说 这个上瓶往生的是 怎么怎么样 下瓶肉 跟这个官经里面又横向去 去这个 汇通 啊 其实我们觉得呢 呃 大可不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官经就是官经 看无量寿就是无量寿 总归这里都是一些往生的条件 那么我们随自己的更性 能够去到其中占住一条 一粒 那就能够往生 啊 不必在这上面横向的有时候 反而滋生一些是非和疑惑 啊 因为佛当时讲法的话 光这个无量寿静也不是讲了一遍 所以他在场的人是什么样的更性 他都要照顾在场的人 啊 那个时候也没有 没有这个应评也没有士评 啊 就是现场 给大家讲而已 所以肯定是跟听法中的这个更性有关 啊 有的好凡 有的好减 啊 有的好难也好易 所以才这样去划分 我们这样理解就可以 啊 大家来看啊 啊 这里我们看佛告阿难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其有志兴愿生彼国 凡有三倍 第一个 其上辈者 舍家弃欲 而作沙门 看到了吗 上辈者 专属 沙门 出家人 啊 发菩提星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 愿神彼国此等众生灵寿忠实无量寿佛与助大众 献起人前 激随彼佛 往生齐国 便于七宝华中自然化生 诸不退传 啊 大家看哈 这里首先我们了解到上辈专属沙门 这又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出家的功德 啊 大家想我们一切的众生呢都是因为有爱欲过有这个幻生 幻象之生 啊 那么这个有有这个幻象之生呢 你这个身体得有外在的世界呀 来承载你这个身体嘛 就得有国土 有了国土以后这个幻生在国土里面 那慢慢你我跟你对事我跟他合不来 这三三两两弄成一起最后就什么 就有了家世 啊 以至于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么一个大麻烦就是有家 啊 好像我这个话很反人类反动 啊 可是要大家知道就算我们这个世界一开始没有家庭这个这个载体呢 光阴天下来的人大家都谁谁跟谁都一样哪有 连男女像都没有 慢慢慢慢发展发展的开始有了自私心了 有了男女欲了就结合成家了最后结合成家了都不是化身的全部成了胎生 那就死死绑定 就是一个大麻烦 啊 为什么中文说这里叫做舍家弃欲 因为你有爱 那么爱可敬了 这个爱欲敬了 幻生才能敬 幻生敬了这个国土才能敬 啊 所以说在波罗经里面也讲到说菩萨莫和萨有应该什么至性好游诸佛国土 应该远离居家 啊 你看我们现在 我最近还知道有一个装修的公司叫居然之家 就是让你觉得哎呀 好嘛 家里面温馨嘛 这里固执什么出家为净土的正英 因为他能够第一个最难的就是远离不净 出家的功德 啊 所以现在回合这些诸位都是有家有舍的 我也不是反对你们啊 啊 但是我们之间上要知道回过头来看看家 刚才讲了本来是没有这个概念 互相贪处应远成就有了一个家的概念 啊 那大家想想有了这个载体以后 这个家的功能呀 对于我们轮回来讲它是十分有利的 他生生世世的就绑定这个相续我们结伴轮回 大家结伴轮回 那一定走的比一个人孤独走的更好 更保险 为什么 反正你不想轮回了我还要找着你 让你继续 我不想了你也来找我 这不是有的夫妻又是这么 这辈子这么活的吗 一个要修一个觉得不行 你这修成这样的还是怎能过吗 这就障碍啊 啊 所以说就轮回来讲的话 这个家的意义是很大的 所以说 家对于轮回的帮助有多大 出家对于解脱的意义就有多大 这是明摆着的事啊 一定是正比一样啊 所以所有的佛都是弃国捐王 而做沙门才开始他的成佛之路 大家要了解啊 特别是我们现在 讲到这个出家吧 咱们也不说 这个情修界定会西面坛成 这是经典里面的开示 说这个沙门的功德 出家修行就像在水里行船 在家呢 有时候就像陆地里想划船一样 啊 确实比较难 你想好比一个人 你说一个福费资粮 从过去时来讲 你得有这个青鹰嘛 你能够这辈子成功出家 你说我再想想 这辈子我为什么要出家 难道是我这辈子使了多大的力量 把我成功的弄出来了吗 不是的 他到了那个点 全全过去栽培的业力种子 怨力种子 不知道哪个善知识 大概是我师父吧 就叫到了我一句你发愿以后要出家 那很可能曾经也没出 这辈子就出成了 就到了这个点上 所以首先说过去是 让自己事实上成为三宝之一 没有这个青鹰 没有这个大愿 是到不了的 你把这个原了的不能到差不多清净的份上 也是出不了出不成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功德 那确实也有行作沙门 但是好景不成的呀 他素食的音乐显现了 他没办法了 又给拽回去了 又倒降四航去 乘远回去了 好 现在你看 那到了三宝里面 为什么说这个功德答案真是 我现在仔细想 这是不管你主动的被动的 你每天必做佛事 造的都是三宝业 发的都是三宝这个星 接的都是三宝圆 你没办法 你想弄点俗情俗情 不给你机会 你说像我这样的 假如我说我现在不想修行了 没办法呀 昨天星期天 早上要去放生 那么多人等着 他必须你去放生 下午又要送戒 你出家的必须送戒呀 就你必须你想不想 每天都要这样 那就等于说 咱们苏婆世界的极乐 跟那个苏婆网生极乐好修 跟在家的 跟出家好修也是一样的 出家以后你在僧团里面 你就是这样呀 你想首先我们出了家以后 你不管怎么样 咱们现在出家人越来越少 那你能够凑个数 大家说凑个数 数量决定这个一切呀 先数量慢慢多起来 质量才能够出来 你说数都没有了 现在出家人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你跟书上 增一封这也是大功德 你就当个云游的和尚 人家看见你这衣服 哪怕生起一念的因缘种子 这也是金刚佛种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见了和尚有的不欢喜骂 他骂一声也是他要跟佛占光的呀 只不过可能将来他入佛道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委员给他入的而已 有的是顺缘入 有的是委员入 然后如果再好你说你住持道场 成就大家来这个道场来礼拜 护持来布施来供修 哪怕你在殿堂里面当个香灯 就天天照看这个供桌 上个香供个水 就这样的话 你想想殿堂庄严 香客这些功德你都有 你说多多占便宜 再何况你还能够讲个经说点法 所以这样的开示 更如果能够征修实证的话 能够称性的这个流露 做书 历说 为大家的依哭 依附这个修学次第 这样建立起来 那功在法界 功在千秋了 这都是出家功德呀 所以我有时候想想还真是如此 哪怕你道行这个生死性不是很切 可是呢 一住到三宝地里面 你就不管主动被动 你要做三宝事业 你必须这样子 你都得做 所以大家相信你在家 你哪怕天大的福报 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充满了生活状态 所以为什么说 上辈专属沙门 不是偏面子 确实如此 因为他能够什么呢 修诸功德呀 你看刚才讲 这随便举手投诉 存在的就是功德 修诸功德 那么这样 愿生彼国 此等众生 应受主持 所以大家想 确实这个《且不弄经》里面讲的 那我们现在也常讲到 这个出家人呀 咱们就往一条上去理解 为什么呢 我们常说出家出家有好几种嘛 有一种是身心都出家了 这最好了 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生心都不出 那么中间的我们号说个说 哎呀 有的是生出了 星没出 有的是生没出 星出了 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就好 拿这两句来说是觉得 哎呀 我这个心出了 我也不亚于出家人 我告诉你们 这个呀 真的这就是说 这个道理倒是这么个道理 没错 可是大家要想想 你的生都出不了 你的心能够出 那是多少人里面 差不多能够得一个半 能有这样的境地 生没有出你的心出了 很多时候我们是自以为是的 你想你光你其他 就你经历一次出家 你的深深之地 你的父母之邦 你的亲朋眷属 兄弟姐妹 所有这个硬深深的 要往对切 那出家人刚开始就觉得 这必须切呀 你切这么一次 你的心力上到那个至高点 没有人能够体验 你没出家你永远体验不到 那我就再给大家说 一点点头可能有点同情 觉得 但是你的心体呢 这个同情不是可怜的同情 是感同 以为是感同身受 但是觉得你到不了 你就再说一千到一万 你到不了那个点 他就是动正格的 就是你爹看着你 妈看着你 你就硬生生地走 所以你想有这么一次 一念回心 那这就叫功德 这不是出三界 就必须这么出吗 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这里说 上背 专属 沙门 啊 那么这样的话 特别是 我们说这个 舍家 气愈就是 彻底舍这个烦恼家 舍这个生死欲 啊 那这样的话 先是说 这个 舍家气愈而做沙门 然后呢 发菩提心 啊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发菩提心 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本源 啊 净土法门是大乘中的上乘 所以三倍里面 大家看 每一段经文里面 必须以发菩提心为阵营 啊 这里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在 讲净土十一论的时候 也 讲过 往生论里面 抽出来这一段 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菩提心呢 发不起来 啊 发不起来呢 就是要在道理上去对照 调整 有一些行为或者心态呢 是跟菩提心相伪的 违背的 就导致我们的菩提心会退 会发不起来 那么有一些行为和心态呢 是掌养 挑灌菩提心 啊 你比如说首先 如果说从智慧这个层面来讲 不求自乐 啊 我记得我有一次 去年前年吧 就是咱们在讲《观无量寿经》 居士林讲《冷言》 还有在那个西海南远讲《地藏》 就一周三部经典就把我给 这个一下子给转的 就跟那发脚一样 转的受不了吧 啊 累的吃完晚饭在 在这个天王殿前面散步的时候 就累的心里就心里就不堪了 啊 你看现在这被一鼓励就又上来了 现在一个星期要讲五回 啊 我已经就就这样了啊 啊 为什么呢 那会儿你看家伙心力不够了 结果我师父就来了一个信息 给我说 不为自己求安恶 但愿众生得利 这个话让我平常听了 我没感觉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刷上漆的话 啊 看上去颜色的摸着没有温度 啊 那会儿就哎 马上就相应起来 你得行政的道路上说不求自乐的话 不求自己非得怎么怎么舒服 怎么怎么爽快 那么这样的话 就能够远离我的心 贪着自己的身 自己的这个身心世界 这就是一个相伪的菩提法 你求自乐 就会为这个障碍菩提 啊 第二个你得 常心里觉得说不管怎么样 一切众生现在都在轮回中 所以就这样 常这样想的话 就能够慢慢的远离这个把自己的好 先得安顿的好好的再顾及别人 这都是会障碍菩提心 啊 常有灵灵一切众生的心 这样的话 就不会子公敬供养自生 这是得练的 啊 大家要知道 就我们成为净土行人 确实得练 这个你不练的话 因为我们本能就要下意识 就是先想自己 啊 所以慢慢练是怎么练呢 一个就是说 不为自身求快乐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做不到 全部就是说 彻底把自己无我之境 那就慢慢的多想想 呃 就是有时候要说服自己 比如说自己或别人的事 或者小事和大事 什么叫小事呢 可能自己的事不太重要 但是别人的事 大众的事 佛法的事 这个事比较大 至少在这个对比上 你得有 有这个 就是明大义 从人的凡夫心上 你也得说 什么轻什么重 啊 你不要说 大事里面 大家共同来修 一个共修 或者一个 学佛团体 稍微触发了一下自己的一点点 不要说具体的利益了 就是一点点这个啊 自尊心或者什么 就没完没了了 就这些 都属于什么呀 染心 不清净的 这就会为菩提 啊 所以我们不要为自身 第二个呢 你要有这个清净心 唯一的就是 把一切同身受苦 那我们也顾忌不了那么多 现在至少说 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 净土法 啊 能够给他接这么 净土缘 这就咬不得了 啊 那最后就希望 反正我就是不管自己的心力够不够 我念到我也要念到一下 就是希望跟大家同身 希望进步 我记得我师父有些话 我现在想起来才真的是有感受了 他那会儿给我说 念佛灵要为大众念 他给我说念为大众念 现在咱们翻译 这念佛为大众念 这还真是事半功倍 回向为大众回向 都是这样子 啊 所以你看我当学的 他就一句话 以故者离苦得乐 现在者不会增长 没有说自己的亲戚 或者自己的朋友 或者自己的家属等等 他就不就是这一句话 不管做什么人 以故者离苦得乐 整个法界六道众生 啊 所以这就叫做什么 要发菩提心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啊 所以大家看就 在这样的话 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这个呢 就好说了 啊 一向专念 那当然一个就是 口里面称念 啊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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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向专念 好多时候我们念佛念的不得力 为什么 就是没念上去 啊 你稍微比别人强一点念上去了 这个念佛的功德 啊 这个心境所呈现出来的境界 那是 哎呀 就是只要有人能够想 这个就是说能够修得上去的话 是不可思议的 啊 一向专念 一个是称念 二一个呢 意念 啊 前几天讲印祖文操在线上给大家讲讲 不管再忙再闲 不忘彌陀 名号 啊 这个 再忙再闲能够意念西方 不忘彌陀 名号 就是随你自己有事也罢 没事也罢 这块是 啊 我们常有句话说 有事兴不乱 无事兴不空吗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修行的 啊 所以就是说 这就叫意念 有事的时候呢 你也知道 意念西方才是个主要的事 啊 没事的时候呢 你也不是就偷安的 就啥也不管了 就享受你还得说这会儿你还得念 所以这就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称念意念 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回向念 啊 就是常要发愿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啊 大家一定要 呃 知道回向很重要 这确确实是我开始入净土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信愿比较足 我会发现说回向就不搭紧 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回向的 是必然要的这个 啊 这个全排的一个可以一揽子的这样的一个功德 很重要啊 啊 总而言之呢 大家看了这个上品里边 你看 其实也是跟借定会信愿形相吻合的 啊 舍家弃欲而坐沙门 成就的就是借 借学 对吧 发菩提心 成就的就是会 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成就的就是定 借定会 啊 啊 那么 舍家弃欲而坐沙门 发菩提心 这等于说显现的是性 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其实就是行 修诸功德 怨生彼国 就是怨 性怨性 啊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讲法 说阿弥陀佛的事次第这么敬念 啊 啊 我们有时候都读经觉得说 哎呀 这就这么多敬念 你稍微这样一注意都觉得说 哎呀 真是太殊胜佛讲法啊 啊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一句漏洞也没有 啊 这样的话 此等众生啊 啊 灵寿忠实这个阿弥陀佛来接迎 然后呢 化身以后驻不退转啊 啊 必然什么呀 智慧勇猛神通自在啊 啊 所以最后说啊 是古阿难其有众生 欲以经世啊 大家要读懂这些话 是古阿难如果有众生 就比如说咱们 欲你想 欲在 你想在 经世这辈子 见无量受佛 应发无上菩提之心 修行功德 怨生毕过 这是上辈 啊 好我们再来看 啊 中备 佛高阿难其中备者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其有志行怨生彼国 虽不能行坐沙门 这开始讲的中备就是说 首先 僧和俗上 一个解别 就是哪怕你不是出家人 没问题 啊 这大家就听到了 关切到自身 虽然没有出家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呢 大修功德 这就等于说不能像出家人那样大修功德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出家的因缘 所以三宝这个力没有啊 没有三宝力的这个加持啊 所以不能称之为大功德 或者是你在因缘中呢 你的福报也罢 发心也罢 综合能力等等这些不够 啊 这些不够好像你比如说我们从护士上来讲啊 啊 那你只能必须要有财资你才能建一个比如说一个大道场 那没有呢 只能够发一个愿意啊 所以从这来讲的话 那能够好像有点遗憾 不能做这个大修功德 啊 但是呢 虽然不能做这个大功能 你只要依然发心专念 这个功德大小呢 是不必强求的 大家看啊 当发无上普及之心 僧俗可以不计较 可是普及心必须计较一定得有 大家要把这些经句读懂了 啊 然后呢 一向专念无量受佛 这个也是必须的 一向专念 那么至于说这里讲到的说什么 呃 这个 多少修善 啊 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啊 大家看 多少修善 多少修善是啥意思呢 大家理解 啊 就是如同我们现在这个说白话也说 哎呀你能做就做点没多有少 啊 这就叫多少修善 在一个因缘中 你自己单独发行也好 跟大家一起结伴的共同做一个人能力不高 也可以 这也叫做多少修善 反正不管于你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这个种类 只要是种在这里叫做修善 你修的是善法 啊 如果你修的善法 你看具体这里给我们说了 啊 奉持摘谢就是共摘 啊 那个摘僧啊 啊 那么起立塔像 那就包括等于说起塔呀 见寺呀 束佛像呀 啊等等 我们现在包括说请佛像呀 应经呀等等都可以 饭是沙门 啊 这就是贡灾啊 三宝里面 现在不是有千圣斋吗 如意斋呀 罗汉斋啊 啊 玄增燃灯 这就是庄严 这个啊 这个殿堂啊 道场 或者是点灯啊 点灯的功德还真是 确实不可思议 啊 我从八月十五上了一下五台山回来以后 对这个点灯就升起了很大的信心 啊 散华烧香等等这些的百分不多有少 多多少少而言啊 以此回向愿生彼国 那么只要这样愿生彼国 临终时呢 还是什么呢 无量受佛化现其身 光明向好 俱如真佛 大家看到了 前面是什么呢 是无量受佛与诸大众 这是真佛 这里是什么呢 化现其身 俱如真佛 与诸大众 献其人前 但是呢 虽然是化佛与真佛没什么痒痒 还是你能够随化佛 往生其果 也是驻不退转 功德智慧 仅次如上辈者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这个中辈往生的阵营是什么了 必须要发佛提心 这是必须的 一向专念无量生活 这也是必须的 然后呢 不管多多少少能修点福善 回向愿往生就可以了 就这四个方面 菩提心 常念佛 多少修善 发愿回向 就够了 这就给大家打保票 可以中辈往生 我们再往下 下辈者是怎么回事的哈 佛告阿南其下辈者 十方世界诸天人民 其有志兴欲生彼国 这是说明说 就是净土在他这里呢 是非常 头等大师 确实想成就道业 想往生西方 所以叫做志兴欲生彼国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呢 假使不能做主功德 这里我们就是假使不能做主功德呢 也就是假如你做不了大功德 那没有办法 你连一个什么呀 多少修善的机会也没有 也就是说 甚至可能是 只是随然而行 从来都没有主动去修过什么功德善 大家要听明白 哪怕你从来没有主动的去 因为一旦有主动 就算多少有点善 对吧 那就等于说 得判在前面 多少修善的范畴 这里是 你连主动修善都没有过 这才叫做什么呀 假使不能做主功德 就没干过这样的事 就没有主动做过这些功 但是呢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菩提心还是不可少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这样发心 那么一向专义 乃至十念 这就要亮相开始了 一向专义 大家要记住 专义是什么意思 没有专念啊 是专义 那就说明什么 这种情况就是说 他是在专修 只想往上极乐世界 他啥 我就好比咱们常说的 我也不懂其他的 我也不会其他的 这个净土方向还是可以 我觉得这行 我就对阿弥陀佛 我就对极乐世界感情 有这样的人 那么 大家看到了 他一心一意 这就叫专义 其他的我不懂 没关系 只知道有净土有极乐 那么 如果这样的话 只管念佛 一向专义 乃至是念念无量手 就是其他的都可以不去在乎 其他的都不去 非要去做什么做什么 这就是前面讲到的 非要去奉吃摘戒 起立塔下犯上 不是的 哪怕你就不能做出功德 大家看这还不是说不能做出大功德 而是不能做出功德 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功德都没去干 就这么直吧 啊 那么 这里 唯一的比前面 要加了一句话叫什么呀 乃至是念念无量手佛 怨神其果 怨神其果 后面加了一句什么 若闻生法 看到了吧 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 乃至一念念于彼佛 以至成清 怨神其果 大家看到了吗 看到了这个苗头了吗 若闻生法 欢喜信要不生疑惑 什么是生法 什么是生法 就是这个代业往生 凡夫成圣之法 就这个法 这是最生法 念佛成佛之法 这样的一个生法 他都甚至搞不明白 他思维太浅了 生不进去 死好怎么样 欢喜信 信要不生疑惑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下辈往生者 前面的 我们总的来看一下 大家这里一定要吃透 总的来看这个上中下辈 大家看到了吗 上辈来讲 是以什么为主 以行为主 看到了吗 以这行 你看 专念修诸功德 怨神必果 对吧 所以其实上辈里面就是 以行为前导来 导他 显他的性 引导他的愿 是以行为主要的承担层 心愿行三四两年 以行为承担 中辈这是什么呢 是愿为承担 看 还是一向专念多少修善 以此回向 那就说明中辈是以愿来 带这个行 来齐步 同步这个性 是以愿为主承担 那么下辈这是什么呀 是以性为主承担 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 乃至于念念语 以这个性来同步他的愿行 那因为你看他都不能做功德 只能一向专一 一心一意的 闻这个生静法 不生疑惑 所以大家看 虽然我们常讲到 净土三资量信愿行 以资量而入道 是净土的成功之道 但是呢 只要你不论从哪一个资量去入 另外两个资量也是跟进 也是跟进的 这是净土的教法 大家要把它吃透 怕就怕我们哪一个资量也没有真入 那就另外的资量也是假 所以说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念佛念的不顶用 至少对往生法门来讲不顶用 那么你没有愿意的话 那你能算真性吗 等等这些所以往生很简单 就是往生不了 资量不够 佛经里面后面有一句话 亦往而无人 这就是上中下三倍九平 这样的话 此人临终梦见彼佛 亦得往生功德智慧 似如中倍者 还是可以往生 下面我们就来看 佛告阿难 当然无量受佛 威神无极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诸佛如来 默默称探 那么 三倍都能够往生这样大的功德呢 所以这里才法界称探 称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 威神无极 什么是威呢 就是射手一切的众生 凡夫众生 下面又讲到圣人众生 就是这些大菩萨 就我们现在想想 为什么对阿弥陀佛 对这个净土 就莫名其妙的有感觉呢 就对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就会生起信心 这么亲切 这么愿意念呢 甚至我们 你凭清而论 咱们念阿弥陀佛 念本世释迦摩尼佛 哪个念的多 对吗 当然是阿弥陀佛 那如果从这个 从世间的这个 我们说的人际关系上的常规来讲的话 你好 你从人家释迦摩尼佛这听的这个 这个这个事 你你到念那去就不理释迦摩尼佛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微神 神是什么样的 就用这样的法门 就可以凭这个方法就得度 微神无极 就是没有限量的 其他都没办法跟这个比 所以才导致十方世界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诸佛如来 一起来赞他 啊 赞他完了以后 还有无量无数诸菩萨众 都来什么呀 供养 啊 诸菩萨 皆兴网易无量受佛祖 恭敬供养 供养是来干什么的 来修佛呀 啊 然后呢 听受经法 宣布道化 这是来修会呀 佛和贵双修 就在极乐世界 一切菩萨修行的总纲 到阿弥陀佛做下来究竟圆满 这就是为什么应祖长道 长道什么 这个十方这个 千贤万圣 凡圣同归 九界同归 现在极乐世界 啊现在我们现在 很多时候我们了解的是 立足于凡夫的本位 觉得这就是给我们设立的 这样的倡导太多了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修到圣位的登地菩萨 都全部要到极乐世界去圆满 他的佛会资料 因为那容易啊 啊 恭敬供养 听受经法 全部到华 这就是修佛会去 啊 由此而言 多少佛菩萨都是 在极乐世界毕业 啊 极乐世界就真的跟法界的一个总高校一样 那读出来的就可以随时就成佛了 就去他方去 啊 国土里面去做佛了 啊 就跟我们现在觉得最高学校读出来的 那就肯定是 啊 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最惊人的人才一样 清华北大 啊 各位说这就是 呃 南西北方思维上下 一不如是 啊 我们刚才呢 读到这一个 这是从 长行上来讲 啊 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开始从这个 寄送上来讲了 寄送上的内容呢 其实跟前面这段长行是一样的 啊 而且寄送上面呢 主要讲的两大板块 啊 主要讲的两大板块是什么呢 就是说 十方的菩萨都往极乐世界走 这是一大板块 而一大板块就是说什么呢 所有诸佛都在赞叹阿弥陀 啊 这个寄问寸里面就是这样子 啊 那我们都知道长行寄送是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吧 知道啊 十二部经里面什么叫做长行呢 长行比如说前面这些不规则的句组 数够三十二个字就叫做一记 啊 所以以前的经书算说这部这个经典或者这部论点有多少记 就是不是这个诡则的语言 那么只要足够三十二个字为一记 那哪怕你就是前面的长行都没有就是说三十二字为一记一共有多少记 后面这个呢就叫做寄送了就是呃或者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 四句为一记 有时候又叫做姑起有时候又叫做从送 咱们这叫做从送 就是把前面讲的内容呢 再重新用寄语的形式把它讲一遍 这叫做从送 啊 好我们一起拿起经本来把这段读完 啊 我们来先读啊 读到 啊 一起读完吧 一直读到广度生死流这里啊 好一起来 二十世尊 而说颂曰 东方诸佛国 奇数如横沙 彼土菩萨众 往尽无量觉 南西北四围 上下一幅然 彼土菩萨众 往尽无量觉 一切诸菩萨 各积天妙华 宝香无价衣 供养无量觉 显然奏天乐 唱发和雅音 歌叹最圣宗 供养无量觉 揪达神通会 游入生法门 具足功德藏 妙志无等论 惠日朗世间 消除生死云 恭敬绕三则 其手无上宗 剑笔严净土 微妙难思义 应发无量心 愿我国亦然 因时无量尊 动容发心笑 口出无数光 便照十方国 回光围绕身 三则重顶路 一切天人众 永悦皆欢喜 大事观世音 整幅其手问 白国和元孝 为然愿说义 凡身幽雷正 八音唱妙响 当受菩萨祭 经说人地听 十方来正世 五歇之礼愿 至求严净土 受绝当作佛 绝了一切法 幽如梦幻想 满足诸妙愿 必成如是差 知法如电影 究竟菩萨道 具诸功德本 受绝当作佛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专求进佛土 必成如是差 诸佛告菩萨 另进安养佛 文法乐寿行 吉德清净处 致彼严禁国 便速得神通 避雨无量中 受祭全等觉 祈佛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皆惜道彼国 自治不退转 菩萨心志愿 愿己国无义 普念度一切 明显满十方 一如来 飞话便诛唱 昏静欢喜去 还道安养国 若人无善心 不得闻此今 清净有戒者 乃或闻正法 曾更见世尊 则能信此事 千净闻奋行 踊跃大欢喜 娇慢必懈怠 难以信此法 素是见诸佛 乐听如是教 身闻或菩萨 莫能揪圣心 譬如从身盲 欲行开导人 如来智慧海 身广无雅底 二臣非所策 为佛独明了 假使一切人 具独皆得道 静慧知本空 一劫思佛志 穷力极讲说 静受幽不知 佛慧无边际 如是至亲近 受命甚难得 佛事亦难直 仍有幸会难 若闻精尽求 文法能不忘 渐进得大庆 则我善清有 事故当发意 舍满世界火 必过要文法 会当成佛道 广度生死流 好 呃我们来看 这些寄送的 这个我们 大家听的时候呢 一定要跟着经文 啊 因为这些寄送呢 几乎都是 就前面 77页的 上面这一小段的内容 一个广说 前面这一小段呢 属于略说 略讲 啊 不包括前面的三倍 就是后面这一段 就是有设这个 他方菩萨众 来到极乐世界 啊 供养文法 然后诸佛赞叹 这一段啊 那么 这里是略讲 下面的长行呢 正好就是对 这一段内容的广说 这个寄送 如果我们算四句一诵啊 一共有三十诵 啊 三十诵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 前面的长行 就是上面这一段 先是讲 蜀方世界 不可思一如来 赞叹阿弥陀佛 对吧 然后再讲说 呃这些菩萨们来这儿 供养听法 后面的寄送呢 正好把它 倒了个个儿 三十诵 封一半披开 前十五诵 讲的是 十方菩萨 全部往极乐世界去 供养听法 后十五诵 讲的是什么呀 前面 这一段里面的前面的内容是 诸佛来赞叹 啊 所以这个 寄送呢 正好把长行的次序给反过来了 啊 我们先来看前十五诵中的内容 前十五诵大家能找到一直到哪吗 四句一诵 一直到七十九页 专求佛净土 必成如是差 找到了吗 啊 就是从这里东方诸佛国 一二三四五 啊 就到七十七页的第十五诵 到这里 四句一个诵 啊 这里十五诵 到这里我们先来看 这十五诵 啊 这十五诵里边呢 大家要画风一下啊 前两诵 就是东方诸佛国 其树如横沙 彼土菩萨众 网继无量诀 第二个 南西北四围 上下义弗兰 彼土菩萨众 网继无量诀 为什么分开说呢 前两诵的第一个诵是 东方的菩萨同网 因为东方是一个缘起 代表缘起 代表起头 啊 所以说东方诸 那么多佛国的菩萨 横河沙的菩萨 都去清见阿弥陀佛 东方属于法界之端 啊 所以才说东方诸佛国 那么后面才引带说 第二诵四方菩萨 接往极乐世界走 前两诵呢 就是交代这个 啊 那么后面的 这个 第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下面的连着五个诵 一切诸菩萨开始 一直到第二页的 怨我国毅然 看到了吗 啊 怨我国毅然 啊 这五个祭送呢 又是一个板块 前四季 前面四个呢 讲的是见佛供养 后面一个季呢 讲的说说哎呀 希望我也愿求其土嘛 啊 见土愿求 希望也愿意 你看 见笔炎靖国 微妙难思义 应发无量行 愿我国义 这是指的说 见土愿求 希望自己也能够 呃 将来有这样的国土 啊 这五个祭是一个板块 那么前四季属于见佛供养 就是从一切诸菩萨各基 天妙皇 这个基呢 就代表我们弥陀经里面讲到的各一格慎重妙华 就等于怀抱着这些庄严的妙华去供养一样 这个道理 啊 那大家看到了光这四句见佛供养你得跟上啊 否则你就跟不了了 光这四句前两季属于外事供养 哪两句呀 一切诸菩萨各基天妙华 宝香无酱衣供养 无量觉 这是拿东西去供养吗 对吧 贤然奏天乐唱发和雅音歌叹最甚中供养无量觉 这属于外事供养 啊 什么叫外事就是妙华供养呀 宝供养呀 香呀 医呀 祭月呀等等这些 这属于外事供养 啊 那么 揪达神通会 游入生法门 巨足功德藏 妙志无等论 惠日朗世间 消除生死拥 攻进绕三藏 骑手无上尊 这属于什么呢 内事供养 就等于说前面可以说财供养 后面属于什么 对法供养 啊 法供养 就是后一季里边 后两句啊 从揪达神通会 这里 一直到这个 其手无上尊 其手无上尊 这两句里边 前一季啊 前面这个是探佛自己的功德 探佛自功德 后面这一句 惠日朗世间消除生死拥 这是探什么呀 利他的功德 啊 因为这里不是 等于说内事供养的话 前面是属于口赞叹供养 后面是生理禁供养 生理禁口赞叹 赞叹的话 前面是赞叹他的 呃 自己的功德 揪达神通会 深入生法门 具足功德藏 妙之无等论 是说佛自己的功德 后面的惠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 所以利他的功德 啊 整个这里就做这么一个划分 大家跟上了吗 跟上了啊 前两季诵 简单 就是说 东方的菩萨 十方的菩萨都去了 后面这五个季诵 前面的四个季诵 是说见佛供养 后面这一个季诵呢 是见土愿求 希望自己的国土也这样 啊 那么在这前四季诵里面 是见佛供养里面 前两个属于外事供养 东西来供 后两个属于内事供养 内事供养里面 前面的一半属于口赞叹供养 后面的说绕三闸 其手无上宗 属于什么呀 生理禁供养 啊 在这个口赞叹供养里边 前面的四句属于赞佛自己的功德 后面的半句 惠日老世间消除生死用 赞叹亿他的功德 明白了吧 明白了没有 啊 这个次序大家跟上 啊 所以这里你看 你比如说我们抽一句 称赞佛的自行功德 啊 说他是究竟 呃 这究达神通会 犹如生法 这是赞叹佛的智德和通德 啊 智慧和神通之功德 啊 因为智慧是神通的根本 般若空性的智慧 神通是智慧的妙用 啊 只有正道这个境界 所以才能够说 揪打神通会 犹如生法 啊 那么具足功德 藏妙制五等论 这是属佛的什么呀 佛的这个福智功德 他的福和他的智 啊 我们说福子福资量和惠资量 福慧 那么这里的福呢 就等于说 呃我们常说这个 福报呢 其实是智慧的这个 智慧的这个资本 啊 那么这个智慧呢 是福报这个 导向 指导 你有智慧才能正确的 使用这个福报啊 你有这个福报 很可能才能够什么呀 发生智慧 啊 所以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里就是赞叹佛的 这个 两种德行 啊 那后面说 这个慧日朗世间 消除生死荣的话 那就等于说 怎么说呢 呃 一个是自立 这是义他来讲 慧日朗 就是佛的智慧能够整个朗诏世间 啊 没有不朗的地方 那么消失生死荣 生死这个云呢 就是障碍着我们的 这个烦恼 啊 这个 呃 这个分别 烦恼之云 啊 所以说 导致生死的消除生死 用就是用这个智慧来 对照 来观照 啊 这就是赞叹佛的自立立塔功德 啊 呃 这是 呃 这个寄送一直到 愿我国亦然 啊 我发现这段讲的可能有点乱 你们是不是跟不上 能跟得上吗 不要看我 不要离开经典 啊 不要离开经文 因为要跟着内容啊 啊 那后面大家来看 这不是前面两个再加五个是几个了 七个后面还有八个寄送 从哪里开始呢 应时无量宗动容发心笑 啊 一直到必成如是差 这是一共是八个寄送 八个寄送里边 头两个寄送是说弥陀如来献瑞向发起 发起这个这个这个书圣啊 啊 所以大家看 应时无量宗动容发心笑 口出无数光辩照十方国 回光围绕生三则从顶路 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 啊 所以头两个寄呢是 表达弥陀如来献象发起这个书圣啊 啊 那么再一个寄呢 是观音菩萨见到这个瑞相奇特而发问 所以说大事观世音整佛起手问 白佛何缘笑为然愿说意 啊 说佛为什么这么高兴这么欢喜 这么欢喜的笑呢 希望能够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啊 这是这一寄 那么后面就剩下什么五个寄送了 是指佛一一来仇打他的问话 说为什么要欢喜呢 啊 大家来看 第一个寄送 凡生幽雷正八音畅妙响 当受菩萨记经说人地听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 给观音菩萨回答说 记必成佛给你受记要成佛了 啊 给在上的要受记成佛了 所以说欢喜 第二个 十方来正是五膝之彼愿 至求严净土受决当作佛 啊 这等于说给大宗受记了 知道吧 刚才是给这个 呃 这个菩萨受记 这是给大宗受记了 啊 所以说记必成佛 那么 再往下面说 绝了一切法 啊 幽如梦幻想满足租庙院 必成如是场 这是第二个寄送 举什么呢 就是说明说 既然受了记了 你一定有自己的佛果尽土 所以叫做满足租庙院 必成如是场 大家看到里面都有院的力量 那只要你院行起来了 就能够成就啊 所以说既然有受记 一定能够有国土啊 知法如电影究竟菩萨道 具诸功德本受决当作佛 这又是说 既然有愿力 你就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行识 所以必然能够修成就 而成佛 有成佛的佛果的时候 受决当作佛 啊 这是呃 这个第三个计 那么 最后一个计是什么 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武啊 专求进佛图 必成如是场 既然你能够修成佛 那么将来你的国土就会随之而显现 必成如是场 啊 能跟得上吗 啊 这是我们对这个寄送做一个 呃 这个刺激思路上的划分 啊 大家能够这样划分出来的话 呃 就觉得一个板块一个板块 他呃 每一段文艺呢 都有所指 啊 有所用意 说的是哪个法义 啊 从前面的这个大家来发心去这个来去供养啊 啊 然后既然供养了有内供养外供养啊 啊 那么在这个这个内供养中有的是口供养 有的是生供养 啊 在这个呃 口供养里边有的是赞叹佛的自己的功德 赞叹利他的功德 啊 这也属于供养 供养完了以后呢 就说必然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国土 啊 然后呢发起的欢笑 菩萨又来启问 那么问为什么这么笑 佛就给他说 首先第一个好处是能够受其必成佛 第一个第二个毕竟得土 第三个愿行行满必能成佛 第四个一定能够有土 必成如是差 大概就这个意思 整个这前十五个祭寸 就是说了前面的什么内容呢 无量无数诸菩萨众 皆惜网易无量受佛所 恭敬供养 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听受经法 宣布道化 南西北方四位上下 一幅如是 啊也就是等于说 把这段情节剧情呢 给他拖展开来细讲了一下 用用寄送的形式 啊 那么后十五个祭寸呢 主要讲的就是 呃这个 前面讲到的诸佛赞叹 诸佛为什么要赞叹 释迦牟尼佛也赞叹 这个十方世界无连无边的 不可思议的诸佛如来 都来赞叹 这是用了后边的十五集的内容 啊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 已经到了 啊我们先做回向 下面的内容呢 下一次再来讲 好一起合掌 文法功德书慎行 文法功德书慎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陈尼诸众生 普愿陈尼诸众生 素妄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般若波罗蜜 摩合般若波罗蜜 愿身西方净土中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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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忘了